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下午的互港股市总结 我是陈子 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截至到今日收盘为止港股的具体表现 港股今日是连跌第四日 焦头是进一步的萎缩 资金转炒小价股 而隔晚 美股道指错近百点 横指今早低开161点 早段跌幅是扩大至183点 见到20342点的全日低位 午后走势改善 下午约2050分是倒升 最多升8点 高见20534点 收市是报在20449点 跌76点或0.37% 国际指数是收报在8626点 跌70点或0.8% 大市的全日成交是只有564.7亿元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截至到收盘为止主要蓝筹股的具体表现 汇丰股股跌7毛 中国移动跌1毛5 建设银行跌3分 工商银行跌2分 中国银行跌1分 港交所涨9毛 中国人寿跌1毛4 邮邦保险涨9毛 腾讯控股跌1块3 金沙中国涨1毛 长河跌4毛 新鸿基地产跌7毛5 九龙仓跌3毛5 中国海外跌2毛 华人质地跌3毛8 中海油跌1分 中石油跌3分 中石化跌4分 困冷能源跌1毛2 中国生化跌2毛 关注完了港股 再来看一下内地的股市表现 周四的早盘互生两市是双双的微幅低开 互指开盘之后上扬翻红 随后呈现了震荡的走势 盘中是多次冲击3000点的关口未果 临近5盘三大股指是集体的下挫翻率 5后开盘互指是弱势的震荡上行 盘尾是再次上攻 03000点是只有一点之遥 而截至收盘也是没有能够攻下 盘中有彩票白酒概念比较活跃 而航空股市强势 市场人气是有所回升 来关注截至到收盘为止A股的具体表现 上证中指示收报在2997点 升6点 涨幅为0.22% 上证中指示收报在10474点 涨51点 涨幅为0.49% 沪深三板指示收报在3213点 涨4点 涨幅为0.14% 创业板指示收报在2224点 涨13点 涨幅为0.59% 再来关注H股对A股的五大折让情况 洛阳玻璃折让85% 山东莫隆折让72% 昆明基床折让71% 京城积电折让71% 浙江市保也是折让71% 再来看H股对A股的五大溢价状况 江苏宁护高速溢价4% 安徽海洛水年溢价2% 富耀玻璃溢价1% 怀持爱动力溢价负的5% 中国平安溢价负的6% 关注完了股市来看一下今天的主要财经资讯 香港电讯的执行主席李泽凯就表示 香港经济以及外围是仍然疲弱 但目前的势头仍然良好 希望明年是可以增加美单位的分派 李泽凯就称 对香港电讯目前的雇网 宽带以及流动通讯业务的发展都较为满意 又称旗下宽带竞争的优势是强劲 即使本港经济不好 市民收入没有增加 也会在其他方面是节省开支 愿意花钱在手机以及家庭雇网之上 所以他就表示对业务是很有信心 中电日前就表示 年底会与政府是检讨明年电费 如果燃料价格是持续低起就务需调整 燃料价格持续的偏低 中电今年会否再有回赠或者是减电费的计划 中电就指出 如果燃料价格维持在现在水平 就未有需要调整电费 年底会在与政府是检讨明年价格 中电有意在香港是建设离岸液化天然气接收站 并在国际市场是采购液化天然气 中电就指出 此举可以增加采购时的溢价能力 从而降低成本 中电也建议将会增加一台燃气发电机组 提升供电效应 集团就表示 投资贪分分年期长 而长远对电费是影响有限 另外 主席米高家道里就指出 已经就新电力的规管安排 以及政府进行磋商 现阶段是不再做任何的评论 而被问到是否增持股份 米高道家就指出 他一向是喜欢买股票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下午的互港股市总结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